您搭捷运的时候有注意到跑马灯上的用字是否正确吗 有民众就分享在搭乘台中捷运的时候注意到跑马灯上出现本列车将启动请紧握扶手的字样 却让他很好奇为什么启动的起字一下子是开启的起 一下又变成起来的起 变来变去到底哪一个用法才是正确的呢 列车启动前例行性广播响起 提醒乘客要抓紧不过抬头看看正跑马灯 民众越看越不对劲这启动的起怎么变来变去 怎么这回这个起变成了起来的起 究竟这两个起要有哪一个才对 大家越看越母沙沙 应该是这个吧开启的起 但是这个要出发的那种启动的感觉 这个吧 等一下 这个启动是这个起 开启的起是这个起 车子就刚发动启动 所以应该是那个起 先用于具体的东西 好 比如说机电设备 好 比如说机器这些东西 好 那像捷运车厢开始启动 那车厢那个电机设备 机电设备它是具体的嘛 所以我们就要使用这个启动 其实老师说两个启都没有错 但是精准来说还是必须要用起来的起 因为这个起的用法是用在具体事物上 像是电器产品 还有机电设备上的发动 而另一个起则是用在抽象事物上 举例来说像是专案开始启动了 广义来说 车厢启动两个起都可以用 但是因为它是大众运输工具 它是政府的大众运输工具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用字潜词上 要掌握要非常的精准 用在大众运输上 每个字都得用的精准避免闹小话 见综合报道